桃园一名五岁女同时七日傍晚被父母亲送医时无生命迹象 医师发现她头部肿胀 全身补满心就伤痕 一遭月死体重仅九公斤 只有同龄正常儿童的一半 检警调查后十九日凌晨 依伤害儿童致死罪前将皇妇向法院生压 料姓妈妈五万元交报 警方调查 三十六岁黄南职业位货车司机 母亲三十四岁料姓妻子 平时在家从事网拍 两人育有十五岁六岁的两个儿子及五岁妖女 今晚女童疑似哭闹 慌情绪失控持一架殴她 隔天女童头晕 母亲为她喝牛奶 下午发现她持续昏睡 情况有意 十七日下午才抱着女童搭计乘车前往救医 经急救后不治 医院发现女童疑似受虐后报警 警方传父母二人到案说明 讯后依杀人罪嫌疑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检方讯问后任涉犯刑法成年人伤害儿童致死 林月幼童罪嫌重大 有勾串证人及共犯之余 林辰向法院申请积压禁件 料姓母亲则涉犯刑法林月幼童罪嫌 讯后预知五万元交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